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好 讲《相关主要论》当中 现在讲《加行道》《顺绝罪法》当中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加行道》证悟的境界 主要是从暖威一直到《圣法第一》 之间的形象 所缘 还有它的因缘 这三个方面讲的是所证 证悟的本体 然后后面讲到了它的微品 四分别 这四分别又可以分为三十六种分别念 前面已经讲了所取分别 所取分别分染污所取分别和清净所取分别 每一个都分九种九种 从今天开始讲能取分别 能取和所取的差别 大家应该要清楚 因为我们执着任何一个东西 从对境方面的相叫做所取 然后有境方面的 也就是行事方面的相 实际上叫做能取 如果再详细观察的话 实际上能取所取 除了行事的形象以外也没有 但是从梵体方面讲 都可以这样分析分开 我们前面讲的十八种所取分别 已经讲完了 今天讲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 能取菩提加勒分别跟前面一样的 略说本体之分类和广说实相之分类 分两个方面首先第一个 略说本体之分类 在颂词当中这样的 有食有价有 能取也分二 跟前面一样的 能取的分别念分两种 那两种呢 一个是食有能取分别念 一个是价有能取分别念 这两种一般来讲 能享受者 我们前面的所取分别念 所享受 这里经常讲能享受者 主要是从行事的侧面而安立的 那么这样什么是加油分别念 什么是食有分别念呢 凡是对菩提加勒的相续 不管是自己也好 太人也好 对任何众生的相续 有食有的执著 认为这是食有的话 那么这叫做食有能取分别念 如果对菩提加勒的相续 或者人我的相续 你执著为什么呢 它是加油的 加力的 不是真正食有的 那么这种分别念 叫做加油分别念 因此我们下面也会分析的 一般来讲加油分别念 它是在菩萨的相续当中 它有存在的 因为菩萨一般都知道 我们人的卧智 除了家里以外 根本是不存在的 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知道的 应该说 从他证悟的境界当中知道 除了家里的分别以外 没有一个真实的分别念 第二个是食有的分别念 食有的分别念 一般都是在凡夫的相续当中 那么我们凡夫人不管怎么样 学理论也好 修行也好 不管怎么样 他都认为人我是存在的 而且是食有的 像外道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邪说和分别 来加力他们的食有 还有我们没有学过宗派的这些 农民 牧民 包括一些文盟 他们也认为人我是存在的 但存在的理由并没有去考虑 凡是认为从小到现在 我是肯定是有的 我是肯定存在的 那这种想法和执著 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因此它可以寄属于烦恼障的犯处 同时这样的执著 到了加行道一直到无学道之间 我们的所断 智慧的违平 因此必须要断除 具体怎么样分呢 下面有每一个的 食有分别念也分九种 加油分别念也分九种 因此我们学显观主要论的时候 大家可能在理论上 我觉得应该是很明白 明白什么呢 我们不管是在修行也好 闻思也好 抉择智慧的过程当中 凡是实有的这些东西 都是一种执著 从抉择的间接上 它也不成立的 抉择的间接上不成立的话 将来的修行境界当中 也是找不到的 最后得的过 也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三界灵慧当中的这些众生 所执著的这些 都是不合理的一种执著 那么有些人可能认为 这是佛教的一个宗派 佛教的一种说法而已 实际上我是存在的 那这种间接 当然是更不合理的 因为我们不管是从理论 还是从修行 除了我们家里和家有的我以外 真正实有的东西是找不到的 自古以来有高尚智慧的人 都没有找到 更何况说 我们现在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要抉择的时候 其实我在这样想 比如说 学中观学得很好的话 学千观众论也是学得很好的 如果我们学禅宗 学得很好的话 那么学千观众论也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学密宗 尤其是大圆满的这些见修行果 有一定的境界 或者自己理论上也是同达无害 那学千观不是很困难的 虽然它可能有些树木的分类 有些种类 有些法相 也有一些新的专用名词 但实际上可以说 最后还是到达究竟的意趣是一致的 如果我们对宗观薄弱 或者对禅宗和密宗的一些 甚深的境界一窍不通的话 恐怕学仙观也是特别费劲的 因此在藏传佛教当中 五部大论里面 尤其是相关非常重要的 原因也是这样的 只不过是前辈的高僧大德们 把它立为五部大论 实际上藏传佛教的五部大论 全部都是属于印度的佛教 我们学英明的时候也是 法成论师和成拉论师的观点 学中观的时候也是学 龙猛菩萨和月成菩萨的观点 学戒律的时候也是学 功德光 释迦光他们的观点 学居士的时候也是学 世经论师等他们的观点 那么学仙观也是同样的 是十字仙和解脱仆的观点 弥勒菩萨也不是藏族人 也不是印度人 更不是汉族人 更不是 是不是你们不高兴 下面讲广说 这个是法相 广说十相的分类 广说十相的分类 在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自在我等体 云等一一二 我们前面的所取分别念 也有一句话 它是无名云等来说明的 在这里能取分别念 也是用两句话来中解 那么中解 颂词当中 它自责灯 自责 自在的话 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能取分别当中 它也分石油和加力 石油当中用自在的 常有自在的我 就是独立自在的我 这个是第一个 然后其他还有八种 在灯子里面包括的 家里的 加油的分别念 加油的能取分别念当中 在颂词当中是 云等一一二 那么云已经说明了第一个 灯子里面包括了 其他的八种 也是同样的 加油的分别念 那么我们首先应该知道 就是这些分别 当你真正到了第一地菩萨的时候 应该逐渐逐渐地开始 有些到一地菩萨的时候 完全断掉 有些到后面不断地 一直断到十地之间 其中我们先要分析一下 石油的能取分别 那么石油的能取分别 我刚才也讲了 凡是对人物的一种石油的执着 我们在座的人 很多人都是有石油的执着 我的房子 我的头 我的法本 我的笔 我的家人等等 有很多我和我说的执着 我和我说的执着 当我们起这种分别念的时候 实际上是 你自己把自己 当作一种石油的 根本没有理论来抛弃 更没有修行来进行抉择 这是一种不合理的分别念 但是每个人都是有的 所以跟昨天的索取分别念有点不同 索取分别念 毕竟它是属于索质障的范畜 所以好像这是属于一个执着 但是这种执着 境界应该是相当高的 那么今天这样的执着 我们一般的世间人 凡夫人都是有的 首先第一个 我们执着 独立自主的我的存在 像外道他们有各种宗派的宣说 各种宗派里面的案例外说 所谓的我是常有的 自在的 或者独立的 就是这样的 还有世间的凡夫人 从来没有学过宗派的这些人 每一个人都是觉得 你到了大城市的时候 会感觉得到 每一个人是为了自己而忙碌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自在的 独立的 我的存在 这是第一个可以说 这叫做石油的能取分别念 独立自在的一种石油的能取分别念 第二种说 在我们世间当中也好 学过宗派的人当中 也有独立自主 就是独立自主的 我的执着为独立无二的存在 这也是有的 我们有些人 我自己是说了算 我自己是万人之上 我说什么是算数的 比如说我是领导也好 我是管理者也好 我是老师也好 我是出家人也好 我就是独立自主的 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 唯一的独立的 没有的 刚才这个独立自在和独立无二 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比如说我是这一家人的家长 我是唯一的一个 比如说我今天获得了第一名 哦 这是所有的人当中 我是唯一的第一名 我是唯一的什么什么 这样的一种想法 那么这叫做独立无二的能取 石油分别 这也是有的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经常也会有这样的 还有第三个 执着为我是一切的作者 什么是作者呢 比如说我现在学会的创世人 我这个班级的法师 这里面的这个班 是我独立创作的 我现在是传法者 我是听守者 我是一种实行的作者 就是唯一的一切作者的因 我们也经常有这样的执着 其实这个之间的差别 就是稍微有一点不同的翻题来安理的 这是第三个 然后第四个 执着我是相守者 什么相守对境者呢 比如说我是听声音的人 我是去外境的人 我对某某对境进行享用 或者说是进行执着 进行趋劲 这样的一种 比如说我是这个公司的老众 这个公司是我的 我所享受的对境是公司 我应该如何如何 这种执着方法叫做第四个吧 就是第四个 也就是说 享受者这样的室友能取分别 然后第五个的话 我是束缚或者说 染污轮回当中的束缚在轮回当中的 我可能会堕地狱里面 我可能会堕恶鬼当中 或者说我入于天界和阿修罗道 我是被业和烦恼 一心束缚在轮回当中的 这样的分别念 我是业和烦恼已经困住的 我应该是在轮回当中 应该是存在的 这样的想法叫做什么呢 也是室友能取的分别念 第六个 我是什么呢 脱离一切脱离者 或者是泥坛者 也就是说 我是获得阿罗汉者 我是成就者 我是远离世间八法的 从烦恼的障碍当中束缚出来的 从这个层面按理的话 这也是能取石油分别念 应该是第六个了 那么第七个就是说 我是获得清净涅槃的人 比如我现在认认真真地修行 将来我会得到佛果 我会得到菩萨的果位 清净涅槃我依靠现在我来获得的 这也是一种执著 这也是这种 第八个我是通过修行 见到了第一地菩萨的境界 我从一地菩萨之后 开始继续修习 从二地到十地之间 我是修行者 修道者 那么修道的依靠和见到的依靠 都是依靠我而按理的 这样认为的话 这也是一种石油的能取分别 还有我们执著自己的究竟 修行得到究竟的时候 已经获得了佛果 获得了无学果位 这样认为的话 这也是一种石油的能取分别 所以这以上 总共有九种能取分别 当然里面可能稍微有点不同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 实际上这九种执著 当然是石油的能取分别 都是执著为我是石油的存在 这个跟加油分别是不相同的 加油分别通过理论的观察 也是知道 除了家里以外 没有一个实质性的东西 它有一定的境界 而石油分别的话 就像世间的一些 没有学过宗派的人 经常这样认为 我是束缚者 我是轮回的涅槃 我是清净者 我是享用者 我是执著者等等 当然这是大概的归纳的 实际上应该有千千万万的 石油能取分别感 这是我们讲到 能取石油分别 然后下面讲到 也就是说能取的加油分别 能取的加油分别 也同样有九种 首先第一个 如果我们依靠乌云 依靠色相位 也就是说舍身形相 依靠乌云的加力 而执著为我的存在 那么这也是加油分别量 比如我们依靠色云 行云 香云 石云 然后除了乌云加合以外 没有真正的我存在的话 但是你认为是 乌云加合的一种执著吧 这只是一般菩萨 一般菩萨都有 阿罗汉也有 认为是自己的乌云加合的 然后这个加合 相当于是我的所义 除了这个加合以外 我真正的实体是不存在的 他有这样的证悟 这样的分别量 也是加油分别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依靠十二处 眼耳鼻色 还有色相相位处 十二处吧 十二处 执著为石油 所谓的我 依靠十二处而按理的 这样认为 这也是加油分别 然后第三个 依靠十八戒 俱色论当中讲的是 依靠十八种戒 执著为是 也是有种家里的我存在 也是加油分别 或者就像《中观宝马论》 里面讲的一样 就是地水火风等六种戒 也建立为自己的我知 依靠他而认为是我的话 这也是加油分别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依靠十二缘起 我们认为十二缘起 扭转的实际上是我 但是真正观察的时候 不存在的 依靠五名 整个十二缘起 这样的因缘具足的时候 我 加油的 加力的我 虚假的我 在轮回当中扭转 扭转 如果你这样认为 这也是一种加油分别 那么第五个 如果我们觉得解脱清净的法 执著为是加油的 比如说 像我获得了圣者的果位 获得了菩萨的果位 所有的五云十八戒都 已经得到清净了 获得了清净的法 清净的法的因缘 安立为是我的话 那么这也是一种加油分别 都是安立为 加油的能取分别 那么第六个就是说 前所未证的一些法心 执著为或者是剑道 你以前没有证悟的 后来已经证悟了 证悟的相续 认为是加油的剑道菩萨 这也是加油分别 然后以前已经见到的 修行的境界 执著为是修道的菩提迦路 这样认为的话 那么这也是加油分别 然后同样的 还有圣经道 在《俱舍论》当中也讲 《仙观传论》当中也是讲 菩萨前面的这些障碍 都已经离开了 获得了后面更殊胜的 这种道的阶段 就有一个叫做圣经道 圣经道相续的菩萨 安立为是加油的菩提迦路任务 这也是加油分别 最后还有住于无学道 我们修道究竟之后 就住于无学道 无学道的菩提迦路 或者说这种任务 认为是十有存在的话 那这是无学道的 也是加油分别念 所以这十八种能取分别念 当然如果你看讲义 也不是很难的 大家应该比较清楚的 但是你如果每一个道理要背下来 或者每一个道理 自己心里明白的话 稍微有一点难 因为《仙观传论》当中 这九种分别念 好几次都会出现 每一次出现的时候 它的作用和它的一些解释方法 都有不同的 所以大家应该记住 我们现在刚开始的时候 讲加行道的时候 遇到了三十六种能取和所取的分别念 能取有所取 清净和燃物的 然后能取是石油和加油的 总共有三十六种分别念 那么这些三十六种分别念 可以怎么讲 是《仙观传论》的诸授当中 有不同的论师说法 但是我们真正的 这样的安理方法 也是其实十字仙和解脱部论师究竟的密意和观点吧 因为这也是可以把颂词和他的诸授 相对应的时候 完全都是可以了解的 当然在我们有些诸授当中 有个别论师把所取分别念 认为是我所 能取分别念是我知 以这样来分析的也有 尤其无情和心事 无情作为所取 心事作为能取 这样的也有 有些把所取分别念作为对境 能取分别念作为有境来分析 但是本论诸授的作者五宝霍佛佛他认为 这些都没有掌握要点 只是自己可能顺便建立而已 因此我们在这里要求大家 一定要懂得 我们前面所讲到的 这些三十六种分别念 它是一种双重性的分别念 还是单一的分别念 在这里按理的时候 不管是能取分别念 所取分别念 都是单一的一种分别念 它是折迫的分别念 还是建立的分别念呢 我们在这里认为都是一种建立的分别念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他们都认为 这种人物的存在 不管是家里的人物也好 私有的人物也好 还是不清净的人物也好 全是一种存在的 一种肯定的 所以说本来用破和力 通过这方面来分析的 但是这样的时候 《嘉行道》里面所讲到的这些分别念 全部都是应该由一种建立的方式来存在的 这样的分别念 实际上它是一个真正的 伪品还是本体 这方面可以分析 本体肯定不是 我刚才刚开始的时候也讲了 因为《嘉行》的智慧的本体 我们前面是通过所缘和形象 还有因缘 这三个方面来抉择的 那么这里的四种分别念 如果你分析的话 有三十六种 三十六种归纳出来的话 能取两个分别念 索取两个 四种分别念 这四种分别念 全部都不是嘉行道的智慧本体 应该是智慧的伪品来安立的 因此我们要知道 嘉行道和剑道的智慧本体 它是一种无我智慧的一种安忍 它是一共对空性方面 完全都是能忍受的 并不是我们极个别人 听着听着空性 忍不了了 然后心散乱 不是这样的 所以嘉行道的菩萨 他推空性方面 有非常强烈的信心 这方面大家应该知道的 然后我们还要说 这是凡夫的分别念 还是圣者的分别念 我们前面都可以讲了 所取分别十八种都是圣者相续当中 真正的这些 可以说是圣者相续当中的 然后能取分别念当中的 实有的这些部分 是凡夫人相续当中有的 而家有的这些分别念 在圣者相续当中是有的 那么这些原因 在诸数当中也有抉择的 还有分别念可以立为边际的部分 还有聚神的部分 还有最细微的一些水面的部分 三个部分来讲的 边际的部分就像麦彭仁波切在 其他的中观当中所讲到一样的 应该是获得第一地菩萨的时候 完全都可以断掉的 然后他的分别念的聚神部分 从二地到十地之间 也就是说 修到九地当中 慢慢会断掉的 这些分别念最细微的水面部分 到最后成佛果的时候 也就是说 金刚玉顶才能断除的 所以我们前面的这些障碍 应该说有个别的一些是说之障 有些是烦恼障 不管怎么样 凡是到了最后的时候 菩萨把这四种分别念都遣除 包括我们在修密法也好 修显宗中观的任何境界的时候 这些分别念到最终的时候应该清净 暂时需不需要清净观呢 暂时需不需要对解脱的希求 对轮回的排斥要不要呢 这是需要的 这是我们前面也是再三地 已经反反复复地说过了 所以我想在这里 也没有必要再三地讲 就是这样的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四种分别念 分析有三十六种 希望大家学起来 可能并不是我们讲其他的一些课一样 讲个故事 或者讲个简单的小话就玩死了 不是这样的 你要学《现观众严论》的话 肯定要有一个比较专业性的眼光 可以说对《现观众严论》的不同圣者经济 要有一种分析 这样的时候可能要有一种不同的智慧来进行观察 这是我们四种分别念的广说 已经圆满了 下面依靠所译的两种色词 那么这个是讲分类 还有它的微品 还有色译 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首先它的分类 我们前面也讲了 内色词和外色词 分两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内色词的话 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就是行不禁不当 那么这个色词 实际上薄罗的境界 要你永远获得通过一种内在的善知识 其实这个色词也有一个善知识的意思 内在的善知识和外在的善知识 有两种 内在的善知识是什么呢 我们前面也说过 一个是空性见 还有一个是大悲心 这两者 作为一个大乘行者来讲 始终都是需要移植的 不能离开的 就像一个人要移植上师的话 这个上师是不能离开 一旦离开了以后 你可能入于世间法 最终你的解脱无有希望 同样的道理 我们学大乘佛教的时候 内在的这两大因缘 始终都是不能离开 也就是说 第一个是心不敬不当 什么是作为乐舍持的话 主要是大悲心和空性见 颂词当中说 心不会空不等等 灯子里面包括大悲心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心实际上是一种智慧 那么这种智慧 对生生的这些空性法门 不会生起极大的恐惧之心 原来阿底下尊者 先讲一些小乘法门的时候 两个比丘非常欢喜 到最后讲薄弱心境的时候 捂着耳朵抛了 然后后来阿底下尊者 也是非常感慨 非常悲伤地说 光是一个清净的行为还不行的 必须要有一个甚深的见解 也就是说 有些人听到空性法门的时候特别害怕 对大乘法门不能接受的 所以说 我们首先自己有一个通过万法抉择的智慧 那就不怕空性了 再生再怎么样的话 不但是不怕 而且生起极大的欢喜心 就像《肉中论》里面 讲第六品开始的时候 就像欢喜若狂 也就是说 听到空性法门的时候 汗毛树立 可以说是热泪盈眶 非常欢喜 像常地菩萨 听到法圣菩萨的罪名 或者说他要讲般若法门的时候 非常欢喜那样 所以说 不但是对他 不会产生恐惧心 而且极其欢喜 这就是内奢侈 然后同时这个灯子里面 说包括了见解 已经映出了 对一切众生的大悲菩提心 对大悲菩提心方面 也不会害怕的 比如说 你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不像我们世间人一样的 我们世间人有时候不要说度化 连给别人说话的勇气都没有 我不敢接受 我不敢出来 我不敢面对 我不敢见人 有什么不敢见人啊 很多人都是到最后 修着修着修着 包括山里面的有些修行人 也是这样的 刚开始来的时候 跟外面什么样的人 都是可以接触的 但慢慢慢慢修着修着 最后好像自外心很强 谁都不敢看一样 然后对众生 不要说度化 连跟他接触和 跟他交谈的勇气都是没有的 那如果你这样 那怎么样度众生呢 度众生是更没办法的 千百万劫当中 以无数的众生面前 以各种形式来度化 是更没办法的 所以真正的内侍者 一个是对空性法门 越来越像中论 入中论 这些甚深的法门很欢喜 就是听了一遍 就不足够 还要听 听这部论 听那部论 一直有生之念当中 很想听很多很多的般若法门 不但是听 自己还要学 学完了以后 对有缘的人要讲 如果人找不到的话 像牦牛 山羊 这些也是 哎 山羊 山羊 请你过来 我给你讲空性法门 一切万法不执着啊 你现在前面所看见的绿草 绿草的本体也是不存在的 你想吃绿草的这种形态 也是空性的 然后你看见我这位大德 也是空性的 然后你跟山羊 可以讲很多的这种 这也是一种空性见解 同时你不但是 对人群当中弘扬大乘佛法 还要在旁生界当中 也是用你这种 比较难听的语言来弘扬 开玩笑 这也是一种内色色 内色色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非常重要的 否则自己内心当中 没有真正大悲空性见解的话 你一直多少年啊 有些是你住在上师身边 殊胜的道场 也不一定 现在很多人说 我在什么什么佛学院那里 待过多少年 我在某某某 上师那里待过多少年 但是你如果没有好好修行 上师那里待了多少年 也是不一定用的 以前三星比丘也是 释迦牟尼佛旁边待过那么多年 最后多恶趣的时候 他就不断地喊 敲道牟 敲道牟尼佛 我已经实在是难以认受啊等等 所以有时候 自己的心没有真正转为道用 或者没有以法调伏的话 好像现在很多人 我是在某某佛学院当中待过 我是在上师面前 我认识这个上师 甚至这个上师 我跟上师一起有照片 你看看 我跟上师的智慧 悲心 利益众生的一切行为 都是不可分割 不可思议的 你看看我的照片 这也是代表不了什么 跟一个人 比如说我跟阿巴马拍一张照片 我也不会变成美国总统 所以我们有时候 现在要观察的时候 也需要 自己也需要 自己也是在任何一个上师 任何一个法门当中 你虽然 比如说我以前听过《大圆满》 我接受过《大圆满》的观点 但是我自己对《大圆满》的法门 真的修过没有 真的我对这个法 对我的心有所了护没有 如果什么没有的话 光是我得到的 当然这是一种获得 这一点我们也承认 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的 自己也值得观察 需要观察 我们比如说像灌顶也好 传法也好 很多方面 三知识也有很多的条件 自己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 修行人的条件也是更多的 所以在这些方面 我觉得需要细致的分析 像我们有些道友 心并不是很那种细致 不管是做事情也好 说话也好 还有平时修行也好 其实人还是有些时候 第一个心要稳得住 不要你想 这件事情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又变了 这个是非常大的麻烦 很多人的修行不成功了 就是心不稳定 心如果没有稳定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 功德一下子就变了 没办法了 第二个 你一定要有一种细心 我看有些人做事情 对前前后后考虑得很好的 还是很细心的 有些人好像是一种 麻麻糊糊地这样来应付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所以大家内在的 空心见解和大悲心 还是能引申出很多的 生意和世俗的一些教言 下面是讲外色词 所谓的外色词 是这样的 从此当中是这样 宣说无心灯 这个外色词 主要是从智慧和大悲 两方面来可以讲 在这里直接宣说 宣说是谁宣说呢 就是善知识 上师宣说 宣说什么呢 是无有任何自信的空心法门 那么这个灯子里面 包括什么呢 灯子间接地引出了大悲心 也就是说 这个上师的宣说也很重要 上师宣说什么呢 必须要作为一个大乘佛教的话 那么大乘佛教的上师 光是上师可能跟你一起吃吃喝喝啊 或者这个上师给你暂时借一间房子 让你好好吃 现在我们学院里面 好多道友都是这样的 某某是我的上师 为什么你的上师 因为他给我冬天的时候 借了三个月的房子 所以这个上师是好慈悲哦 真正具有法相的善知识 借三个月的房子 都不一定是真正的善知识 谁都可以在哪里租个房子 包括我们住在旅店当中 服务员也可以给你提供 所以有些人把大乘上师的这种法相 安立为再给你提供一些 世间的一些物质和世间的一些方便 也是安立为善知识 这不一定的 这些里面讲得很清楚的 所以大乘佛教 尤其是按照《显著观众言论》的 外色词 外善知识 一定要跟你宣讲无我空性的法门 这个是第一个条件 然后这个灯子里面包括 他给你应该指点 大悲菩提心的理念 度化一切众生的 这样的殊胜法门 如果这两者通过善知识的引导 自己相续当中 对空性法门也有所认识 对依靠大悲心 利益众生的重要性有所认识的话 那么确实是以外色识的善知识 起到它的真正作用 所以现在有些地方 的确以前是佛法不兴盛的 那么什么是佛法呢 很多人也不是特别清楚 所谓的佛法 可能是以其他的一些外向 哎 现在好像在汉地这边稍微好一点吧 像香港那边 有时候太自由了 太自由的话 根本不是佛教的东西 他们都认为是佛教 不要说显宗 这是大乘密宗的 我那天在香港的时候 从网络上看了一下 最后我自己都不敢看了 非常害怕 为什么害怕呢 他们有些人所念的 所谓藏传佛教的这种 绝对不是什么藏传 包括传作也好 包括他拿的各种法器 这些都是完全一种 也许诸佛菩萨的形象 是不可思议的 像我这样的密乱人面前显现的 但如果不是的话 真是很多人把他当作 密宗的上师 那密宗的上师 比我们显观众案论上师的要求更高 那显观众案论外摄持三知识的要求 也是必须给你 开始空性法门 同时要利益众生的 大悲性法门 智慧和方便离开了之后 所谓大乘的思想不能具足的 大乘的法想也是不能具足的 我们最近很多道友讲 《量力宝藏论》的时候是思想法想 思想法想我想很多人 应该能辨别的出来 那这样的话 大乘三知识的法想是什么 大乘三知识的真正思想是什么 在这些方面一一分析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些新的思考 就是会有新的思考 所以说大家 我也并不是什么 排斥什么 批评谁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些真正的道理 大家也应该要值得思维 如果你没有去思维 认为可能理论上的东西 跟我们现在实际行动的 一知三知识也好 自己的修行也好 平时的执著 这些都是根本没有 跟《大乘般若经》的思想想吻合的话 恐怕我们的闻思修行 与正道 背道而持有这样的危险性 所以我们在这里 也跟大家讲到 外善知识是什么样的 内善知识是什么样的 我在讲其他论典的时候 曾经也是提过 《现观传论》里面 专门讲外善知识和内善知识 但实际上弥勒菩萨 只说了两句 以外善知识 说是宣说无形当 然后内善知识 说行不禁不等 这个灯子里面 包括很多大灯 其实真正自己的相续 要改变的话 一个短短的一句话 就可以改变我们的一切的一切 所以这些问题 也需要值得好好地思说 就是说 下面要讲到断除违品 也就是说 加行道的违品吧 我们前面不是讲过 说是 对 加行道的违品 断除二种奢侈的违品 不是加行道 这个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断除离缘违品 舍弃所知品 可能不懂佛教的人 什么叫做舍弃所知品 它是个产品吧 就可能这样认为别人 我们在这里彻底要舍弃 外善知和内善知它的违缘 它的违缘是什么呢 一个是内在的违缘 远离大悲心 还有远离方便 外在的违缘 舍弃的违缘是什么呢 一直没知识 这两者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首先是知道内在 刚才讲内在的舍弃 一个是大悲心 一个是空性见 那么空性见的违品是什么 空性见的违品呢 你认为我是室有的 室有的执着 这就是违品 所以学习相关的人 如果你的食指一点都见不下来 你室有的握持越来越坚强 有些人我们学着学着 听课 闻思 修行 那个时候确实也是很不错的 表情也可以 心地也善良 比较闻顺 跳入 就很好的 但是你没有听课的时候 或者没有修行的时候 我们平时说的厚德期间 在厚德期间的时候 确实很多人也不敢接触 骂人也骂人 很厉害的 然后甚至打架 甚至说话 走路 各方面 人们一看的时候 这个人的握着太重了 这个人的食指太厉害了 很多人都不敢跟他说话 不敢跟他交往 不敢跟他合作 这是是不是学习相关重要论 空性法门 一种带来的后果呢 当然不是的 不过有些人的业力非常深重 烦恼极其的深厚 所以一下子就很难以对治 这是空性方面的一种违品 大悲性方面的违品是什么呢 就是按理来讲 这种大悲方便的 真正违品就是自私自利的心 我们真正需要的什么呢 大乘佛教是无私的风险 哪怕是帮助一个人 哪怕是在一年当中帮助一个人 一个月当中帮助一个人 那么一天当中帮助 如果你实在是不能 比如说挽救别人的生命 大德不行的话 即使是一个很微不足道的 一些小小的事情 哪怕是微小的话 这也是菩提心的一个行为 但是我们反过来说 这种人的自私自利心特别特别强 那这是方便的 最大的违品 其实无论是在任何地方 如果我们的自私自利特别特别严重 他带来的痛苦也是无穷无尽的 而他的危害性也是非常大的 从自古以来 人类历史上所有发生的 大的国家与国家之间 民族与民族之间 甚至我们家庭的 各种各样的战争 或者我们在当孩童的时候 互相的完善当中最后的苦涕 这些都是以自身的自我中心 以自私的心因缘而发发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人类的整个痛苦的根源 就是我之和自私的心 因此这两者没有消除之前 真正大乘的空性见解和智慧 很难自相续当中生起来 这个是很重要的 要远离这样的违品 第二个就是外喆的 外善知识的违品是什么呢 外善知识的违品是刚才也讲的 真正的善知识 会给你讲空性法门 会给你讲大乘佛教利益众生的 菩提心的见解和菩提心的行为 菩提心 六多万性的这些修持方法 都会给你讲的 但是如果你经常 所交往的这些人 与菩提心完全是相违背的 与空性见解完全是相违背的 像这样的人经常交往 或者依止 或者跟他一起说话 平时也是这样的话 逐渐逐渐自己会变成 跟这些人的见解行为完全相同的 那这样之后 你内摄持的违品 外摄持的违品并没有舍弃 这一点我也特别希望 道友们确实也是 以前我们的上师如意宝 他也是在经常课堂上讲 像《无垢光尊者如意宝藏论》 还有很多特别殊胜的论典当中 都会出很多文字来说 远离恶知识 恶知识当中有一种恶知识 它显现于上师的相 然后与大悲空性相反的 有些知识和精神传递给你 你刚开始可能不一定会发现 到最后就像喝了毒药一样 你的所有解脱命根 会断掉的 这么一种 有些人他是一种恶友 不是善知识 他是恶友 经常跟你说话 吃饭 一起去 包括我们学院当中 有个别的修行人也是很好的 经常跟大家接触的过程当中 给你讲一些中观的思想 隐明的思想 平时做很多教言方面的 有些境界不是很好 让你去散乱 让你到哪里去 虽然我们这里没有什么 特别多的散乱 但是至少也是每个星期天 让你带到色大县去玩 在街上一边吃棒棒的 那这也是作为一个 出家修行人来讲并不是 昨天有些人问我 你们是不是出家人是很保守的 我说出家人的保守 出家人的行为 其实对人格的一种要求 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成功的企业 的话它的要求是很高的 出家人也是在修行人的人群当中 他的有些标准是非常高的 然后你的言行举止 跟一般世间人的言行举止是不相同的 所以出家的戒律当中 也是有很多都是 你的人格更加完善 更加完美 是这样的一种 并不是说 啊 这个条条框框特别多 其实也并不是 我们在人类社会当中 越有高层次的一些标准的时候 越有一些不同的条语 现在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一般的一个 比如说一般的一个服务员 你三星级宾馆的服务员和五星级宾馆的服务员也是不相同的 这就是对人的要求不同 所以有些人认为出家人好可怜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不仅仅是出家人 现在世间当中 公务员当中 尤其是你国家领导的话 他随便可以到小餐厅里面去吃饭 国家领导能不能这样 不行吧 他的人格可能很多方面的约束是更多的 这些方面我们对出家的一些行为 也有一些要求 这一点我也希望 外在的善知识说实在非常重要 我以前比如说 现在我跟汉族四众道友这边一起学习 一起讲法 已经二十多年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些人特别喜欢一些大乘佛法 比如说 像中观 般若这些法门 同时也很希望有一些法师 辅导员 这些人逐渐逐渐 他的修行也会圆满的 自己也是慢慢变成法师 我们现在学院里面 很多的法师 并不是来到这里 马上现在一样 给几百个人都可以讲经说法的 不是这样的 他们有些人刚来的时候 连佛子心都是不懂的 什么是大圆满前行引导闻 他都不懂 解释的时候也是奇奇怪怪的 我到目前为止 过了十几年 接近二十年 我还是记得清楚当时 但现在 因为自己一种行为的规范 自己所追求的这些目标 和自己所依止的这些人 基本上远离一些末之士 佛教徒当中 有没有不好的人呢 确实也是有 如果没有的话 佛陀也不会这么说 违品不会这样说的 正因为人当中需要这样的 这一点大家也应该好好地行持 最后摄义 我在这里 本来想是后面的部分全部讲了 后来好像没有时间 所以中间加一点 这样的 应之为摄义 后面弊当摄义 宗族当中说 应之为摄义 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前面的分析 应该知道 一个是内摄义 还有外摄义 这两者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 千万不能离开的 总而言之 大家应该对自信的智慧和 自信的大悲心一定要保护 大乘佛教的所有内容 如果我们归纳起来 用四个字来表示的话 就是大悲和空性见 大悲 空见 这四个字 我们谁具足的话 说明这个可以讲是大乘行人 不但是具足 而且永远自己 不会离开这样的境界的时候 需要善知识 不断地对你的辩执 这个是非常需要的 如果我们没有善知识的引导的话 暂时可能自己觉得 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现在不需要善知识 我自己去弘法利生 我要从现在开始可以独立自主了 现在我不依靠谁了 但是如果真的自己的境界 没有达到稳固 弘法利生也不是那么简单 不管怎么样 一个是我们很需要善知识的引导 我们现在很多学院里面的道友 也是经常为什么 依靠 比如说法王如意宝以前的一些教言 法王如意宝以前的一些 哪怕是一个少少的短短的教言 我们现在最可惜的 因为上师如意宝当时不太赞叹录音 所以很多的录音资料也没有的 老人家当时讲的时候的一些文字记录也是没有的 我自己认为 我也是作为一个上师的弟子 当时没有记录下来很多的教言 虽然比如说 像汉族这边当时 摩坟仁波切的教言和无光尊者的教言 个别的我也翻译了 最近我也找到一些国外的法王如意宝 在给那边传法的 但是其实法王说法这么多年了 像我在法王身边 应该是光是以汉语的作翻译 从87年到04年之间 应该大概有十八年的时间 但是现在 今天回忆的时候 自己也觉得很遗憾 当时上师在的时候 自己总觉得闻思修行很重要 上师讲完了以后 自己去背诵 自己去这样 并没有重视 上师当时所讲到的重视 当时他的一些教言 哪怕是有些教章 这些都是没有收集起来 这是我个人来讲 虽然有这么了不起的一些大德 那天有一个道友 在我们聊天的时候也是说 其实一个上师 他在注视的时间是有限的 他的精神 永远百事流传的话 那他的作品 这个是非常重要 如果有一些成功的 非常了不起的一群弟子 那么他们都是会把上师的作作慧绩 就像麦彭仁波切 还有公智仁波切 还有他们 当时下面有一群非常得力的 但是我想 法王如意宝身边 应该说是在当今时代来讲的 当时很有智慧的 一群 非常了不起的一群弟子 但是他们都可能没有特别的重视 所以有时候自己也感觉得到 真正的外善知识 陪着你的身边 时间不一定很长的 就像五光尊者所讲的一样 好的上师 心里面永远不离开 但是终究一定会离开的 这是《窍诀宝藏论》里面的语言 里面这么说的 你们自己去思考 对乃啊一样 demo 自 人分继续 自 就 oft未经典? 自 就介绍 自 人分继续 自 人分继续 自 人分继续 自 不肯 自 不肯 自 人分继续 屿 往 派 斟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